這一場我可能就是沒有那麼多壓力 然後保持一個放鬆的心境教育大力 然後就是投入比賽然後就是融入比賽的感覺 感覺不一樣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這裡就是自己的國家 然後就是有很多支持的人 然後這個氛圍很棒 然後在國外就是可能比較少幫我加油 然後在這邊就是很多人幫我加油 所以你最後看到你把球打上去 球拍也甩上去 那個當下的感覺是怎麼樣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每一場球幾乎都是把球打上去 然後有一場剛好打到房 但沒有成功這樣子 然後下一場再想辦法把球打上去 然後有想過如果真的拿冠軍之後 就是把球拍給丟出去 這場冠軍賽其實也是完場的球 你覺得蠻特別的感覺 很特別因為小黛跟七星湯 還有小金學長他們都是指標系的目標 對然後因為有他們前面在幫我推動 對把這項羽球把它帶起來 然後到今天還是滿場 對然後也很謝謝他們 那打完這一場之後 下週你有一些國外比賽賽 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贏了這場之後 對於接下來的賽程 對於你年終要打擊前十的一個信心 那目前為止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當然就是也是希望可以打第一次的年終 對然後就是後面的比賽就是保持好自己的狀態 然後不要讓自己覺得說 可能今天拿一個冠軍 然後就永遠都是冠軍 對就是要馬上 可能今天開競就好 其實就是要把它給忘記 然後再重新再來